所有的事物 这个就包括你和我在内的所有的事物 它不是绝对客观 这个是话本身就有问题 事物在我们所谓的主观和客观 是我的意识的缘故 客观的是不受我主观意识影响的 在我自身之外的 主观是由我意识判断决定的 对不对 所有的事物 那在我外面跑的马飞的鸟 行人高铁地铁轿车 这都是客观事物 所有的事物不是绝对客观的 这个就是并据 对不对 如果不是刚才前面出现精神上的问题的话 应该不会这么思考 当然大家是因为没有受过严谨的训练 所以可能会这么说 所以所有的事物 有不被我意志决定影响的存在 手机 它就是实实在在存 我说不在不在不在 它还是存在 我的性别 我说我是女的 我是女的 它还是男的 有些事情不被我意志影响的 这就是客观事实 但是我对待客观事实的看法 立场态度 这是主观的意识 我认为 我感觉 我觉得 所以要分开 主观的意识 认知 感觉 判断 和客观的 我们不能被我们左右的现象 当然 有些现象 我们在观察的一瞬间 其实已经在诠释了 比如说 眼睛观察到光线 进入到我脑子里面 我开始也在分析 诠释它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会说 没有绝对的客观 为什么 我在看见事物的时候 已经有我的立场和诠释了 所以我获得的这个信息 已经被诠释过的信息 因此这种 就不是绝对的客观 虽然是相对的客观 但是不是绝对的客观 所以我们要想寻求客观 除了我之外 也征求别人的意见 别人如何看待这个事情 更多元的去看待 别人对待同一个事物的立场 这样就会克服我们过于主观 pourquoi我们不 BIw 黄鹏 我 看你